有关键下有线电视公司和议员廖正良联合举办的小小主播影活动 一直以来都深受小朋友喜爱 今天来的是细致国小的学生 而值得一提的是 从这个月开始 小小主播影将进行网络直播 让没有到现场的家长 可以及时透过网络平台 掌握学生们的小小主播秀 小小主播报新闻 今天下午来的是细致国小的学生 虽然事先做好了准备 不过一坐上主播台 看着前面的摄影机 似乎还是紧张得不得了 主办单位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和关键下有线电视公司表示 不管以后这些孩子们 有没有机会当主播 至少这是难忘的体验和回忆 我们今天邀请了我们细致国小的同学 来参加我们廖议员与关键下 合办的关键下小小主播影活动 那这个长期以来 这个活动都受到许多学校 以及小朋友以及家长的欢迎 那所以今年持续来举办 那希望藉由这个活动 让我们的同学除了在学校 能够学到这个法定的义务教育以外 还能够有一些多元学习的机会 希望他们来这边当一日主播 可以学习到他们表达的能力 表达的自信 以及他们演讲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 从这个月开始 小小主播影将进行网路直播 让没到现场的家长们 可以及时透过网路平台 掌握学生们的小小主播秀 学生也表示上台前真的很紧张 不过因为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此过程有惊无险 真的很有趣 提供一个场域 让小朋友有机会 来到摄影棚 了解整个新闻的产制 还有有机会去体验一下 当一个主播的那种经验 那今年呢 我们也很特别做了一个 新增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会用摄影机 在旁边侧录 小朋友在准备的一个画面 透过直播 透过脸书直播出去 那这样子的好处呢 就是说他如果有家人 也可以同时跟小朋友一起体验 在准备当小主播的 这个过程中的那份兴奋 紧张 还有整个过程 有 就是把稿念熟 真的上去的感觉怎么样 就是其实还好 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 回馈地方也为了让小朋友 能够有多元学习的机会 小小主播营活动持续举办 邀请不同学校的学生参加 想看小小主播报新闻 请锁定观念下第三频道 公益频道播出 街坊讲戏什么道